科技日新月异应用到汽车的科技也不断更新 使用流动通讯设备和应用程序来掌控汽车的功能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实现 在中国上海的亚洲消费电子展中 就展出了多款智慧型的自动驾驶汽车和新概念汽车 让许多的汽车爱好者大饱眼福 上海的亚洲消费电子展迈入第二个年头 规模比去年大一倍 其中汽车就占了一整个大厅 这款汽车是展上的亮点之一 能够根据路上的交通情况转换模式降低风向的阻力 另一款汽车像科幻电影里的车子 在汽车爱好者眼前活灵活现 除了有水晶激光灯向上打开的双飞门 轮子也没有外壳 使用磁场和电力发电 车子也装有无线电动操作系统 在自动驾驶时 前座位也能180度旋转面对车后乘客 汽车业者看准中国市场 希望推出智慧型汽车 让用户能够通过应用程序 打开车门播放音乐 转换自动驾驶方向等 但由于社交媒体仍然受到严格管控 因此业者同当地企业合作 正设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有分析师指出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 汽车具备越来越多新颖的科技功能 包括能上网 收录数据和影像等 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